旧的余生的 心情又恨 正因着远古 你们还要 分外的一情 有了好心心 又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 又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加上戒指 有了戒指 又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又加上奇迹 有了情迹 神啊 感谢赞美你 在约书亚记四章一到十九节说 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 每只怕一人 吩咐他们说 你们从这里 从约旦河中 祭司脚站定的地方 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 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 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 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 每只怕一人都照了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下约旦河中 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 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树木 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 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 可以作为证据 日后 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 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就对他们说 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 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 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 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 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 按着以色列人之派的树木 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 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心了 他们把石头带过去 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 就放在那里 约书亚令把十二块石头 立在约旦河中 在台约柜的祭司 假站立的地方 直到今日 那石头还在那里以上 神啊 你是圈认的神 你是信实的神 你的手有大能大力 你愿意是人与不信的外邦人 听到你的手所做的 另十二块石头是在约旦河 水中祭司站立之处 看起来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 要纪念耶和华神的确大行神迹的证据 另十二块石头像纪念他们的脚 真的走入掌溢时 约旦河干地一样 耶和华吩咐的十二块石头 就立在过约旦河之处 纪念神完成了带领以色列人 过约旦河 今天我要特别纪念主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完成的救赎与复活 我也要纪念主的宝血 就是主必再来 那是我的拯救的凭据 永远的灰激 赞美主 这里说 他约贵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 等到耶和华小玉约书亚 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 是照摩西所吩咐 约书亚的一切话 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 众百姓竟都过了河 耶和华的约贵和祭司 就在百姓面前过去 流变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 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 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 在耶和华面前过去 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 当那日 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 在他平生的日子 百姓敬畏他 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 耶和华小玉约西亚说 你分布台法柜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 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 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汉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人就掌过两岸 真月初十日 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 就在吉甲 在耶和华的东边安营一上 奇妙真奇妙的神啊 你真伟大又奇妙 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 从约旦河里上来 脚掌刚落干的地 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 人就掌过两岸 耶利哥城的人 他们尚且不知道 这如何能办到的 但是纪旅拉河 已经说 他们的心都因惧怕而消化了 以色列人的神 至高尊大 是他们所丰生耳闻 他们的心很震撼着 神啊 我们也是 你也是我们的神 你今天仍然行奇妙的事 就是借着圣灵 好像变成增加 独享给信靠主基督的人 大大的喜乐 给他们体验 神的信实 美善 活神 至今一直到永远 永不断绝的 所以应当 唯独信靠主 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神啊 为我们每一个人 感谢赞美神 已经得救的 我们真的非常的喜乐 我们的罪被 耶稣的宝血赦免了 并且我们得到圣灵的内注 并且我们得到永生的确据 并且我们真的天天 亲近你的时候 你就引导用你的话 也为我们当中 还没有信靠你的人 他们也能够得到这 至大至宝贵的救恩 就是能够 跟神和好 借着耶稣基督 使他们能够脱离灭亡的刑罚 因为犯罪的公家 就是死 也是跟神隔绝了 唯有耶稣基督的恩赐 乃是永生 也为 今天特别的为 在台湾奉山罗盘教会的 林沛城牧师祷告 祝神给他开传道的门 让他讲道讲清楚 大胆的讲道 让主的道理快快的心开 让很多人尊敬的接受福音 让他脱离无理之二人的手 让他的服侍蒙月娜 可以欢喜的回到你的面前 得你的安息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